由金门体育会慢速累球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阿云检农场杯慢速累球赛 经过春季联赛秋季联赛大概是40场次的赛事 在完成最后的总决赛之后闭幕 由赛力最坚强的列宇黑潮拉下总冠军 第一届的阿云检农场杯慢速累球春季联赛 是在今年的午夜9号母亲节当天开打 总共的话有7支地区近旅参加 第一个礼拜进行7场赛事 后来因为疫情警戒升到三级就被迫延赛 延到8月1号复赛 平均每两个礼拜进行比赛 那也让我们金门真的是每个人都很健康很快乐 真的运营一个我们是一个幸福健康的岛屿 那刚刚主委也有提到 这个未来需要我们这个教育处要多多的支持 我想我听到了 我想只要在我们的这个人力范围之内 我们一定是全力来协助 我在这里也做个保证 那很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颜色上大概就是很多人反应就是说 平常要练球有时候都找不到人 那我们大概就是希望能够桌桌游比赛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练球 然后大家一起运动健身 推广这个所谓的全民运动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也希望明年大家能够继续来参加 那重点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县政府 教育处 比育场 还有我们的阿云姐农场可以继续的支持 好不好 阿云姐农场杯慢速垒球 10月10号继续的展开秋季联赛 有六支地区的慢垒竞旅参加 14号县力垒球进行三强排名决战 最后是由猎鱼的黑潮拿下第一届 阿云姐农场杯慢速垒球赛的总冠金 咱们下线 adrenaline 小来好凰